阿 御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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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 御 佛 佛 阿 御 佛 佛 阿 御 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是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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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池 愿解如来真实意 无量寿经 请大家先开注解 五百二十一页 五百二十一页 请看到数第三页 制度论五十曰 无声法忍者 于无声灭诸法十项中 信寿通达 无碍不退 世民无声忍 这是在大制度论第五十卷 给我们解释 什么叫做无声法忍 这是讲到明信见信的大菩萨 他们对于无声灭诸法十项 能够相信 不怀疑 完全接受 全部通达 毫无障碍 更难得的是 他还不会退转 这个就叫做无声法忍 另外在大制度论第七十三卷也说 无声忍者乃至微戏法不可得 何况大 世民无声 得此无声法 不做不起诸业行 世民得无声法忍 这里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名项 威系法 威系法就是极威法 佛经里面有个术语叫做极威之威 这是最小的物质单位 那科学家呢 也有一个说法 叫做中威子 或者叫做威中子 多大呢 真的无法想象 它是一个电子的一百亿分之一 那换句话说 把一百亿个微中子集合在一块儿 才是一个电子那么大 这个威系法 圆教七地菩萨都还看不到啊 太小了 那科学家是怎么知道的呢 他们是通过啊 最先进的 显微见 观察到 其实这一点呢 佛比科学家厉害 科学家是在最近才知道 这个真相 佛在三千年前就晓得了 你看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嘛 义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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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慈离所讲的 威系法 所以啊 我们人体 房子 山和大地等等 都是由义和像 组合而成 并且佛还说 这个威系法 它也具足了五蕴 色 受 想 行 识 在这么小的一个物体里面呢 它都有 色就是物质 它也有 心理的变化 受就是感受 想 它能够懂得我们人的意思 你看那个江本博士的水池燕报告就知道 行呢 是说这个像灭了之后啊 又有新的像 在产生出来 它永远呢 不停的 在变化 那个石呢 是指的 阿列耶 所以我们要明白 所有的现象 没有两个像是绝对相同的 它们是相似相虚的像 那这些像变化频率有多快啊 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个速度 一坛值 这么一坛值 有三十二亿百千亮 那天经上也讲了 当处出生 随处灭尽 说它生 它当前是怎么 就灭 灭了之后呢 它又生 在极高频的速度之下 不停的变化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眼睛 绝对看不到的 你在看《般若心经》 有一个人他看到 谁啊 观自在菩萨 这个心经大家都很熟啊 观自在菩萨 行生菩萨菩萨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他知道五蕴都是不可得的 所以观自在菩萨就是观音菩萨 他老人家呢 用圣身禅定的功夫 让自己开智慧了 开智慧呢 照见诸法实相 印证的《金刚经》里面所讲的话 凡谁有相 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真的这一切法都是什么现象 佛打个比方 如路易如电 对应作如是观 张家大师第一天看到师父上来拜访他们 就跟他讲了开示 其中就跟他讲 看得破 放得下 要把这个话细讲 那就要深入金刚经了 所以我们呢 对于这些万法 真的不能够再去执着它 不应该呢 去分别它 也不要去胡思乱想 要知道我们连自己的身体都不可得 身外的人事物哪样是您的 您说您很有地位 请问 死了之后 那个地位又变成是谁的了 还不是别人呢 是不是 所以古人有这样一首诗吗 其中就讲到 万里长城 金犹在 不见当年 秦始皇啊 是不是 其实皇他老人家现在何处啊 早就化为乌有了 可是万里长城还在 这里告诉我们呢 不要对这个名利啊 看得那么重 所以呢 大菩萨对这个无神法人 都能够认可 他都能够相信 他都愿意接受 这是真正开智慧的人做的 我们之所以有看了经文 还是没办法 懂得无神法人的意思 是因为自己烦恼习气没放下 哪一天您真的把它放下 那就不一样了 当下就欺辱无神法人 所以真实智慧可以帮助我们 自自然然安住在诸法实相当中 这个就叫做无神法人 后面呢还特别提到啊 得此无神法 不做不起诸也行 这个叫做得无神法人 谁做到这一点的 严格来讲啊 七地 七地以下的菩萨 只是听一听而已 那不是他的境界 他们只有相似的功夫 但是呢还不是他的境界 必须要到八地菩萨 人家是确确实实不再造业了 所以我们升到基督世界 真的要非常感恩阿弥陀佛 为什么呢 你想想 一个道地的凡夫 居然一下子就是无神法人的菩萨 这个变化 太不可思议了 这成语讲了 脱胎换骨啊 到达地的世界 哪里只是脱胎换骨而已啊 整个都变了 智的变化 超凡入胜 下面是大圣一章第十二卷的说法 李己不齐 称约无生 在理上讲 一切法不生 一切法不灭 既然一切法不生 当然就没有灭嘛 一定是有生才有灭 不生何来灭呢 所以叫做无生 所以叫做无生 慧安慈离 明无生忍 大菩萨的智慧 安住在这种境界上 如如不动 这叫做无生忍 他们对于一切法的体相 作用 理事 因缘 果报等等 全都清清楚楚 明明了了啊 没有人教他 他自然就懂了 为什么他懂 他亲眼看到了 他亲眼听到了 所以科学家他如果没有通过精密仪器的观察 他怎么知道 那个最小的物质单位呢 其实那个物质单位就摆在眼前 我们也看不到 有《愣眼睛长水书》第一卷里面讲 这是北宋时代 《智源大师》 我们也称他为长水大师 他给《愣眼睛》做了个注记 有二十卷里面讲 了法无生 应可决定 明无生忍 了是明了 小的一切法不生 对于这句话呢 他能够应可 这个应可是肯定 承认的意思 了法无生 这一句话绝对没有错误 他确实讲的是事实真相 大菩萨们对于他呢 一点都不怀疑 所以这个叫做无生忍 刚刚提到的 这是什么地位菩萨的 八地菩萨 八地以上的 就了解了 有《大声一章》十二约 如龙树说 出地以上亦得无生 你看 从出地上的菩萨呢 他也能够震得无生法忍 当然那个功夫啊 比不上八地菩萨 若一人王 给予地经无生 在七八九地 所以不同的经论呢 有不同的说法 假如说按照《人王经》 跟地经上的讲法呢 那无生法忍是七地八地九地 菩萨正德的 我们再看《无量寿经》 送一本里面的经文 文我名号 正无生忍 成就一切平等善根 著无公用 离家行故 不久宁得阿溜菩提 这个阿溜菩提啊 就是阿溜多罗三妙三菩提 他讲的简单 后面是日本旺西老法师的解释 既云无公用之正第八地 既然讲到这些菩萨他们是无公用道 那这是什么菩萨呢 第八地菩萨 所以念了后面再说 故知本经之第三忍 即人王经之无生法忍 如果我们依据旺西老法师的意思 那这个 《宋义本无量寿经》上 所讲的这个地位啊 应该是第八地菩萨 所以无生法忍呢 这个境界非常之高 绝对不是普通菩萨 一般经上讲嘛 菩萨摩赫萨 那他至少也是摩赫萨 旺西约 这还是旺西老法师啊 他有一个问答 问 以文明令 启得无生 十方世纪的菩萨 听到弥陀名号 他就能够正德 无生法忍吗 这样有一个问题 他在自己呢 回答 佛愿利固 确确确实实啊 能够得到啊 凭什么 阿弥陀佛本愿功德愿你的加持 你看这个四十八愿哦 每一章的愿文后面都有一样的话 如果这个愿 这几个愿不能够实现 我就不成佛 那现在法证菩萨成佛没有 成佛了 那既然成佛 这个愿他做到了没有呢 他做到了 哎 就方便说啊 阿弥陀佛成佛多少时间呢 十节 真是说呢 无量节之前 他老人家早就成佛了 所以我们要相信 经上说的话都是真话 故十柱论云过去无数节 有佛号海德 今现在十方各得成正觉 皆从彼法愿文明定作佛 这是引用十柱论里面的一个例子 先讲这个时间 过去无数节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尊佛呢 是海德佛 这是古佛了 他老人家现在哪里啊 在十方诸佛刹土啊 你看到吗 他可以分身 到有缘的地方 现佛身 是佛度大众 皆从彼法愿 这一句话啊 就让我们联想到 大圣经里面常讲的一句话 一切法从心享受 如果来在因地的时候 他发的愿是真愿 以后成佛了 他那些愿呢 全都起作用 全都兑现了 虽然他到 一般我们现在常通俗的话讲 到世界各地 这个世界当然是讲一切世界 到十方世界 有缘之处 他就跟众生呢 改一道教 为大家天天讲经说道啊 文明定作佛 这是举呢 海德佛为例子 那今天我们听到 弥陀名号 真的是 一粒耳根 勇为道主 所以我们只要听到阿弥陀佛 你就跟极乐世界 就跟阿弥陀佛呢 结缘了 真的我们每天呢 一定要让自己 阿列耶识里面这个金刚种子 天天增加 对于净土法门呢 真信真愿真念佛 真正想求生见佛 大家一定要念佛抓紧时间了 我们听说现在北美某个国家 他有一个地方啊 现在遭遇这个飓 政府呢 政府呢号召 劝勉当地的居民 赶快离开 多少居民要离开啊 五百万人 你就想想想 五百万人要从这个地方离开 那多大动静啊 风速多快呢 他们预测每小时214公里 大家开车有没有开过那么快的 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 最高限速多少 一百一把 是不是啊 再加一倍 你就可以想象那个风速多快 哎呀 所以你看这个现在的灾难阵势 越来越多 这还是我们知道的呢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有福的地方啊 多用功啊 把这个功德呢 回向给一些众生 尤其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众生 下面总结 上知论证 妙显他力 佛愿佳批 始闻明者正无生人 定当作佛 且闻不是但闻 必能起行 这个提醒呢很重要 你看这个海德如来 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在世纪各地啊 普渡大众啊 那他成佛 是怎么成就的呢 就像这里所讲的 皆从彼发愿 文明定做佛 这个跟阿弥陀佛发的愿呢 类似 但是 听到佛的名号呢 将来就能够成佛 上面所举的这个论证 妙显他力 这就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是什么法门呢 他力法门啊 这个很特别 别的法门呢叫做自立法门 那就难了 使门名者正无声忍定当作佛 这可是佛保证我们大家的 那现在要特别强调一下 这个门呢 不但是门还必须要怎么样 必能起行 这是关键 这是讲菩萨的三会 闻会 私会 修会 在小圣法里面 境界就低了 他是讲的 戒定会三学 大菩萨呢是闻思修三会 闻是接触 思是明了 修呢 他就入境界了 为什么他入境界 他放下烦恼了吗 他开悟了吗 像谁啊 或者大师 是不是 他那个厉害啊 他听金刚经 你看一边听 境界就一步步向上提升 到最后 听到一无所住 按照古人说法 茅塞 遁开 一下子雾门就打开了 后面金刚经还要不要说呢 不需要了 他说的五句话嘛 那就是他的 我们讲啊 毕业论文啊 很简单 五句话 前面一句话是相同的 和其自信 就是没想到自信 是什么样子 后面要连着说的五句 所以我们自己啊 要学习菩萨 闻思修 下面再举个例子 例如 涅槃书第二十卷讲 若闻常驻二字 生生不堕折 这是说啊 如果有人听到 常驻两个字 生生世世不堕落 那就太好了 什么叫做常驻啊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参考资料 下册 六百八十五页 参考资料 下册六百八十五页 大家找常驻 六百八十五 六百八十五 常驻 他说 明涅槃之常驻 唯涅槃经一部所全 人 这个明呢 就是说明 大涅槃经说什么呢 就是讲 一切法都常驻啊 可是 我们一般人 是看到什么现象呢 一切法无常 是不是 就拿这堂课来说 是不是无常啊 是啊 分分秒秒 就朝着一个方向在走啊 马上就下课了 所以上课 接着就怎么呢 很快就下课了 而 讲到啊 常跟无常 不二 那这个意思就生了 早安复呢 执着两边 而实际上啊 我们能够放下 其心动念 放下分别执着 这一切法都平等 这一切法呢 都常驻了 相虽然不常驻 可是它的性常驻啊 相不常驻 是说它的形象 它的变化 是常驻的 你看这个黄金 你看这个黄金 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首饰 相很多 可是它那个体没有变 都是黄金 黄金长处 相不长处 但是相的变化 也是常常存在的 它存在的有变化 那个变化 就是它的常驻 常驻在变化 这是讲相 而体性 常驻不动 于是我们就体会到 佛所说的 原来常跟无常是一 不是二 果然搞明白了 那我们修行修什么呢 无非就是放下 假我 回归真我而已啊 完全都放下 完全回归了 这个人就被尊称为佛陀 在《大涅槃经》 《如来信品》里面说 或闻常驻二字应生 若一经耳即生天上 后谢托时 乃能证之 如来常驻无有便利 这还得了 你光是听到常驻 就能够以后升天 我们现在已经听了几个常驻了 更何况你还听到阿弥陀佛呢 是不是 所以学佛好处多不多啊 太不可思议了 那这里所讲的常驻是说什么呢 是指的 如来 是讲佛所证得的境界 这也就是 一部《大涅槃经》之所宣言 我们晓得《涅槃经》 是佛最后一天一夜讲的 分量很大 四十卷 这是佛的遗教啊 一般老人家 往生之前 都会给儿孙做一个开始 另外在三藏法术 也给我们讲这个常驻的意思 为此《涅槃之离》 这个离是说的离体 大涅槃的离体 撤三迹已长存 三迹是过去 现在 未来 它们都长存 那换句话说 它超越了时间 再来说空间 更十方而常在 这个更 这个更 就是横观 所以这句话也就是说 它也超越了空间 所以它叫做常住 换句话说 这是一切法的本体 一切法呢 由它而生 昏仁大师啊 也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它开悟时候 说了第五句话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万法的体是常住 常住之体生出来的现象 当然也是常住的 所以古大德 所以古大德误入这个境界之后啊 就说了一句话 以经做器 器器皆经 不管您做什么手势 不管您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造型 它本体不变嘛 这个就是常住 你看佛经 任何一个名相啊 意思都非常深奥啊 好 我们就看到这儿 再来看诸解 在诸解《涅槃书》里面说 文有多种 若能深思维 如说行者 即生生不多 文有好多种 那关键是 文了之后 你要去深思 要把我们所文的 变成我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说呢 如说行者 这是他把佛陀的教诲 变成他的思想 他的言语 他的行为 他就是在行菩萨道 既然老老实实行菩萨道 他肯定不会退转 不会堕落的 下面念老了 再给我们稍微简单解释一下 文后能深思维 并如说修行 使能得生生不多之一 可见文之一字 一间信寿 不仅是一经余而也 这个功夫就非常高了 所以经上所讲的文 不是简简单单耳朵听到而已 想要让自己生生世世不退转 更重要怎么办呢 要把我们所听的教诲 把佛菩萨的教诲 确确实实在 在处师代理教当中消化 吸收 运用 所以这个文 里面就包括信 包括受 真正相信 真正接受 所以他不是简简单单 听到而已 因此呢 这个文思修的境界啊 的确是比戒定会要高 文思修呢 是一次完成 一次就入境界 那戒定会呢 是分三个阶段 持戒修订开会 正因为文思修三会是同时成就 当中没有间隔 所以会的大事 他就能够做到 当下就可以撤悟 那他自己开悟了 以后跟他 而成就的人呢 像这一个 惠民老法师 还有后来的法达禅士 不就是在霍能大师几句话之下 就撤悟了吗 所以这些人呢 都是怎么样呢 文思修三会 全都具足 才会产生这么大的功德 可是我们看金刚经 看了这么多遍 也闻了 闻了之后怎么样呢 没有做到丝 更没有做到修 我们闻了之后一大堆问题啊 这就是我们不会修 这是我们现在的境界还达不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不是那个能力 我们从哪里做 比较适合我们呢 持戒修丁开会 这个适合我们 所以师父上人为什么 给我们建议要修 静中五大科目 里面就没有特别提到 文思修三会 有原因呢 所以我们先把戒丁会做到 将来呢 自然就能够去入文思修 但是静中很必要啊 您只要到达基督世界 文思修三会 能不能够马上就正德 马上就能够正德啊 这不可思议啊 这是佛力加持啊 好 再来看 经愿闻之一二三人 实集本经菩提道场 第十五品宗之三宗之 三宗忍 这个我们在后面呢 会看到 第十五品 菩提道场 它里面就讲到三宗忍嘛 音祥忍 柔顺忍 无声法忍 在《无量寿经超》第五卷说 一 音祥忍 由音祥而误解真理者 二 柔顺忍 会心柔软 能随顺真理也 这个真理啊 是自心本具的离体 能生智慧 能生功德 而那个音祥忍 也是非常了不起 我们看 中国的孔老夫子 孟老夫子 就是用音声 来教学 这个性格是什么 这古人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 叫什么来着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其实那个本性呢 是指的习性 不是指的本性 本性是自性嘛 我们的习性呢 太固执了 所以地藏经里面也讲嘛 言福提众生 刚强难化了 这都是说我们的毛病呢 因此贤手国师在修华音奥指 忘记华音观 总结 这个 是德 这佛菩萨的德行 随缘妙幼 唯已有责 柔和致职 歹众生苦 你看这四句话啊 都是落实在柔顺人里面 菩萨却是能够做到 慧心柔软 随顺真理 中国老祖宗所提倡的 五轮五常四为八等 这是真理 佛家所主张的 三规五界十善 三学三会 六福六度十大院等等 也都是真理 第三个是无声法人 正无声之实性 而离诸相者是悟道之至极也 一切法不生 当然就不灭 不生不灭在哪呢 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谁看到这个现象呢 八地以上的菩萨 看到了 那八地以上的菩萨多不多 太多了 所以这个禁忌 不是只有释迦牧的佛一尊佛看到 也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看到 凡是正德八地的菩萨 全都认同 论音菩萨上的那句话 当初出生 谁出灭尽 等到哪一天 我们也入这个圣身禅定 您也见到这个境界了 正无声之实性 实是真实 性就是自性 就是宇宙万有的离体 道理本体 而离诸相者 佛离诸相 怎么说呢 他永远都不起心不动恋 菩萨 没有分别执着 但是他还有起心动恋 阿罗汉披尺佛呢 没有执着 可是他还有什么 分别妄想 我们凡夫呢 执着分别妄想 一起来 全都有 这个就很糟糕了 这就导致我们的心 不平啊 所以古大德教我们大家 一句话 听起来好像是很平常一句话 但是意味深长 教我们用心如静 你看这个镜子 把它擦干净 他就能够怎么样呢 造所有的万事万物 造得清清楚楚 可是他有没有留痕迹下来 没有 这叫慧用功啊 我们要学 所以无声法人呢 他是悟道之之极也 这个知啊 这个知啊就是道大的意思 当作动词来用 这个悟道就是见性 见性达到极致 他就看到了 一切法不生 一切法不灭 他入不二法门 就晓得呢 一切众生都是佛 一切众生都是什么佛 都是阿弥陀佛 佛是什么 佛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佛 所以环境上讲 心佛众生三无咋变 所有众生都是自信变的 能变的是自信 所变的哪里不是自信呢 当然是的 所以那个会听的人呢 就在这一句话之下 他就可以怎么样 大错大悟了 此三人当于第十五品中 想论之 我们在这里啊 这是简单的 说一说而已 等到十五品的经文的时候啊 我们再来细说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大愿 第十四八愿 献正不退愿 经文 于诸佛法不能献正不退转者 不取正觉 发这个愿呢 也是阿弥陀佛 对十方诸佛刹土的菩萨而发的 希望这些菩萨见到佛的身像 听到佛的名号 能够得到真实之利啊 下面说 不退转者 所修之功德善根 欲增欲金 不更退失 略云不退 即泛语之阿弥陀至 相见前诸 这个阿弥陀佛刺啊 我们在第二十愿介绍当中呢 都有提到过 阿弥陀佛刺就是阿弥陀至 只要升到基督世纪啊 我们个个都是不退菩萨 该菩萨行愿难发 易退 这个话讲的对不对 这是事实啊 是不是我们现在就在修菩萨道吗 但是修菩萨道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发这个心呢 很难 不信的话 您问一下您的家人 哎 我们一起到佛堂去念佛 我们一起到讲堂里面来听经好不好 他摇额头 不要 他对什么事情他很有兴趣呢 我们听说现在有一种社会现象 有一类的人称为呢 宅男宅女 他有没有听过 诸位同修 如果您的小孩是被别人叫做宅男宅女 您是什么想法 以前我们没听过 现在听到这个话 我们还听不太明白 后来查字典才知道 这个叫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一天晚上就是窝在家里面 什么事情也不做 年纪轻轻的 身强体见 不肯出去求学 不肯出去工作 一天到晚干嘛呢 啃老啊 那如果要他去学佛 他更加不愿意了 甚至父母跟他说 你只要啃看这本书 你只要啃看这边光碟 我就给你多少钱 小孩说什么呢 我不要钱 我要玩游戏 哎呀 真的是 佛没有说错啊 菩萨行愿 难发 易退啊 就算他好不容易发出来 可是又怎么样了 很容易变卦了 所以说 发心的人多 最后成就人呢 凤毛菩萨 兽毛菩萨 下面呢再来举个例子 俗人王晶别教之杏味菩萨 名为青茅菩萨 随风东西 你看 这是讲哪一种人呢 别教的性慰菩萨 你要搞清楚 他不是讲的原教 别教 这一类的菩萨 还有个名称叫做青茅菩萨 什么意思 我们就说这个动物身上的羽毛好了 放在地上 当这个风一刮起来呢 它就飘起来了 随着这个风呢 不晓得飘到哪里去了 很容易动摇啊 有南本 这是南传的涅槃菌 南本涅槃曰 无量众生发阿六菩提心 见烧为远 这个扫啊 在这里读烧 是说呢 大家如果要发一个成佛的心 怎么样啊 它的圆不大 圆呢 很小 很少 有什么样的 与阿六菩提 即便动转 如水中月 水动即动 这打个比方 它的道心像什么呢 水盆一鸣的水 你只要把手指在水里面画一下 那个越南就怎么样呢 根据就变化了 再举个例子 这个安螺翻成中文就是赖 这是一种树的名称 它开了花很多 但是最后能够结果的呢 非常稀少 它那个果叫做安慕罗果 安慕罗果大家也没吃过 我们摘糖就有 有时候会吃的 在台湾叫做巴拉 所以它的果实不多 后面就讲了 众生发心 乃有无量 及其成就 少不足言 这说的都是实话了 所以发菩提心的人很多 但是呢 他能够坚持到底 不会动摇的 那就太少太少了 不要说别人吧 我们就说李师公好了 他在台中教学38年 弟子哦 50万 按照比例来说 真正念佛往生极度世界 比例是多少 一万个人当中 才三五个 说实话 这个 教学的成果 您觉得怎么样 就他教了三十八年 他老人教的成果 您觉得怎么样 也蛮殊胜的 是不是 至少有两百五十到三百多个人成就了吗 不是啊 三五个 一百五 一百五到两百五 我们就取中间数字好了 两百个好了 两百个学生往生到极度世界那不得了的 那就度了两百个人成佛了 可是两百个人跟五十万人比 那是相差挺大的 所以呢 其他人都怎么样呢 菩提心动摇了 就是前面手讲 青毛菩萨 我们总结了 古云 与子安罗化 菩萨初发心 三世因众多 及其结果少 这个三世啊 就是指的 与子 安罗化 菩萨发心 所以我们看到经上这个说法呢 要提醒自己 我们这一辈子 必须要在 寿命快要到之前 取得往生极度世界的资格 为什么 如果我们这一生 不能够念佛往生到极度世界 后面是什么果报 轮回呀 而且轮回 轮到哪里去 这又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呀 是不是 所以我们务必要在这一辈子 有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把握 你看哦 贤功老和尚就很厉害呀 有一位在家同修跟老和尚说嘛 师父啊 以后您往生的时候跟我说一声 到时候我来帮您助念 老和尚说什么 我走的时候不需要别人来助念 我自己念佛往生 其实说 老和尚还有一句话没说 我现在就可以随时往生 只是阿弥陀佛不来接他嘛 那后来老和尚有没有证实他讲的话呢 证实 真的嘛 是不是 他走那一天呢 本来也是跟一平常一样 下农田 耕作 都黄昏了 天都快黑了 他还在做 徒弟就说 师父啊 天黑了 该回去了 老和尚说了一句 疾风语 快做完了 等我做完了 我就不再做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明天就不来了 我走了 果然当天晚上 敲着引擎 念佛就往生 这就是菩提心 蒸发 还能够坚持到最后 最好的一个例子 我们应该要好好向他学习 好好念佛 求生解读 莫学勿胜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证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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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